各位同学大家好, 来到MT的第十页 这次这个例子6跟之前的有点不同 因为它好像有两样东西, 所以先和大家解析一下 它就告诉我们Tn是一件这样的东西 对于n是1,n是2,n是3 然后要我们用MT去证明这句话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其实我们要证明什么 好像现在有两句话 所以各位同学, 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我们要证明的是红色这句话 绿色这句话, 它只是蝕述 补充给我们听, Tn是什么 Tn是什么呢? 对于n是1,2,3 你就自己带下去, T1是什么呢? 其实这句话意思是1加2n次方 不是要你证明, 是它告诉你 T2呢?2加2的2次 T3呢?3加2的2次 是它给了你, 所以你不要去证明这句话 你要证明的是证明, 红色这句话 所以我们let pn, 目标的句式 就是红色这句话 好, 然后做回我们典型的句式 第一步 当n等于1的时候, 看它是怎么样 right hand side 我们写了left hand side才行 没所谓的, 目标是证明 但今次的句式, 留意了 是这样的, 左手边是这样的 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加5 然后前面就是T1去到Tn T1去到Tn 所以实际上, 左手边 当n是1的时候, 只有T1 然后再加5 这个就是左手边 因为T1加加加加到Tn 其实只有一个项 T1是什么? 刚才解构了, 是1加2的2次方 加5是这里的, T1就是这个了 刚才解释过, T1是这个 后面加5就照写 即是3的2次, 再加5 是14 好, 再看右手边 右手边相对容易 将1代下去, 1加2是3 跳少步 1加3是4 接着1乘2, 2加5是7 10 再加6 14 好了, 实是对的 它叫你证明一定是对的 所以, P1 is true 好, 第二步 Assume Pk is true 然后又是将它照写 照写的记住 我们现在证明的是红色这句 所以要将红色这句 重复抄一次 不过将N代做K 所以, 小石 T1加T2 加到Tk 再加5 然后呢 K加2 K加3 2K加5 over6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Pk 好, 第二B步 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都是那样东西 我们觉得右边容易写 先写 将右边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N 就写成为K加1 那我跳少许步骤了 本身是N加2 带做K加1 就是K加3 到今天想跳少许步骤 都可以了 K加4 然后呢 2K加2加5 即是2K加7 整个over6 那你自己就去拆一拆它 我跳少许步骤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右边 然后我们的右边 T1到TN 还有一个加5 那所以呢 T1到TN TN 现在是K加1 即是最后那个行是K加1 但是前面那个行是TK 然后再加5 他题目是这样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又要用这个的PK 是对的 即是有这个 再达国加5 跳了这个 整个呢 我们整个就换了做K加2 看看有没有写错 对了 K加3 2K加5 整个over6 然后呢 再加多一个TK加1 TK加1 TK加1是什么呢 那我们看着这里 看看这个 TK加1 即是将N代做K加1 再加一个2 再2次方 所以TK加就是这个 那我用点颜色方面大家看 TK加1是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黄色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是结合了两样东西的 这个加5 整个是左手边 可以换出这一块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的目标是哪一个呢 写下我们的目标 写下了 那我们呢 剩下通份母 6 这里是K加2 K加3 2K加5 这里呢 是K加3的二次 但是有个6 在这里 那在份子里抽贡因 抽过K加3 然后没有了 然后呢 第一个是K加2 2K加5 然后6 K加3 这一块这样的东西 好了 所以呢 你看着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其实有些东西都齐齐的了 我们已经有K加3 你看到我们K加3 我们有个6 又有个6 所以你屈 如果真的要屈 都已经屈到了 这个答案 是不是 照抄而已 因为我们做MRI最好 直接知道答案 这个 那但是 但是 你也中间表现了步骤 这个步骤 你就可以拆开它 这一对 这里拆开它 自己来 那我们呢 这个部分 前面这两个 拆开它 再加上后面这个 这个 整理呢 应该就会出到 2K的二次 加15K 加28 自己拆开它 这一块呢 其实拆开完之后就是这个 这样的了 那就完成了我们 又是完成了我们的 K加1 那个 情况 是对的 然后 也是要照抄 By Mathematical Induction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不过我不再写了 所以我再重新 这条问题 这个棘手位 就是 它有两个部分 同学不知道 就不知道 证明哪一个部分 我们说了 我们要证明 红色夸夸夸的东西 所以当N等于1 的时候 你要查是查 红色夸夸夸的 这个是不是对 当你assume 的时候 你要查 你要写的是红色夸夸的 这个东西 当你去证明K加1 的时候 你都要验证的是红色夸夸 这个东西 看到 是胡佸夸的 这个东西 是 Tn 所以 在中间的过程里面 你逢是 遇到了Tn 的物体 你就用了刚才的公式 去整理它 涂以融的是 用到Tn 的物体 这辆我们用了一次 Tk加1 就是这个功率 就是用了刚才个 其它部分 跟今次的公式 一样